Hello大家好 我是Lillian 今天想跟大家分析一下ERROR的新歌 《愛情直日生》 這首歌曲其實充滿著八九十年代的氣息 而看回Wyman其實也有說過 因為監製他想做八十年代的效果 所以他今次填詞的時候 都要盡量配合 到底這首歌有什麼地方可以展現到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風格 現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愛情直日生》這首歌曲用了八十年代最流行的R&B風格 R&B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但也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些非常之強烈的轉音 裝飾音等等的效果 而是這首歌曲我們都可以找到的 在歌曲的頭半段其實都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他們有唱當時最流行的轉音出來 例如193有一句歌詞 《如明星的配備有四對人陪你》 《如明星的配備》這一句 就已經有用到轉音的效果 因為如果用時下pop的唱法 會是 《如明星的配備》 但在歌曲裡面 193就是 《如明星的配備》 所以你們應該會聽到 聲字的唱法已經不同了 另外還有一句就是保錡 保錡也有一句是 《若要買衣服換我》 《若要買衣服換我》 如果是pop的唱法 應該會是 《若要買衣服換我》 但它在這首歌裡面就是 《若要買衣服換我》 你應該會感受到 《夫》字其實是不同的唱法 大家通過這兩個例子 都應該感受到 原來這一種就是 我們剛剛所說的轉音 如果你們想聽多一點的話 不妨都可以搜尋一些 八、九十年代的歌曲 都可以很容易找到 這種轉音方式 在副歌的部分 他們都加入了大量的和聲和音 去做一些特別的處理 其實一聽的時候 我就有聯想到 九十年代最紅的 《Best Street Boys》 和《Westlife》 他們最出名的 都是這種風格 而這次歌曲苦歌的部分 也要營造到這種效果 就好像有當時的感覺 完全做到那份復古的味道 歌詞方面 Wyman非常之有心思 根據四位的idea 去創造了這個 《愛情值日生》 一種比較八十年代的故事 同時也有加入一些 和ERROR本身相關的字眼 例如有加入到《自肥》 他們有一句歌詞就是 《愛著你,但我沒有自肥》 而《自肥》這個字就是 靠ERROR他們的綜藝節目 ERROR自肥企劃 令到這個生字發揚光大 變成了大家都普通使用的一個字 另外也非常貼心地 加入了四位成員的名字 入到這首歌的歌詞裡面 好像在最後那裡 就是Monday肥仔親親你 Tuesday送一九三你 Wednesday由Pokey煮你 Bursday由阿Dee收尾 相信各位fans 聽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都會會心微笑 都會選自己喜歡的成員套 到自己身上 這個也是這份詞心思的地方 而除了這個歌詞之外 其實他們今次的宣傳手法 都非常之特別 我覺得是 冠成了ERROR他們一貫的風格 就是搞笑得來 有點自嘲 同一時間也能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因為他們在推出這首歌曲的時候 其實吃著了某些trend 第一就是BIG BANG的回歸 因為BIG BANG他們在2月份的時候 也有說到自己會在春天的時候 再次出新歌回歸 而ERROR他們就吃著熱潮 大家都在討論 BIG BANG要回歸了 所以他們就把BIG BANG的一張四人圖 改了圖 換了自己的樣子 然後就發佈出新歌的消息 這個其實是挺特別的一件事 而且也發揮了他們本身很喜歡 疑似創作的本性 而第二就是 他們也有惡搞到自己的師妹COLA 他們就用了COLA之前 一開始未出道的時候 一些預告的影片 那些短片就是 展示自己的欄子 未公開哪一個位成員的時候 那種風格 Hold your birth 那句話 他們就改了做 Hold your kiss 之後再展示一下肥仔的肉 然後展示一下193的腳 等等不同的部位 令到大家非常有遐想空間 所以這個宣傳手法 其實也是挺搞笑和特別 完全是灌成了ERROR 自己獨有的風格 其實他們做這麼多搞笑的事 莫非都是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關注 令到大家都會留意到他們的音樂 都希望這次的影片 有助大家更加認識這首歌 這首歌的宣傳 等等 亦都可以令到大家 認識到ERROR這個團體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喜歡記得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亦都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